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回来又不让他吃肉了 我给他做去啊 大家好 我是黑哥 老妈晚上就回来了 黑哥得抓紧时间造肉 现在不吃 以后就没机会了 今天在市场上买了一只小公鸡 浸泡浸泡 去一下鸡肉里面的血水 这个鸡不大 三斤 小公鸡它要大了 就值得商榷了 看这个鸡爪的是黑的 这就是那种小喷鸡 吃起来弱弱香 鸡罐已经洗得差不多了 让它在这清水里多浸泡一会儿 趁这个功夫 我准备一下 炖鸡要用到的配料和香料 准备一碗清水 将这个腐竹放到清水碗里 这个凉水泡是效果最好的 温水热水容易把这个腐竹泡能 炖这个鸡里面放点腐竹 口感也是特别的好 把这腐竹放边上让它泡出去 准备一根芹菜 芹菜的根部去掉 再改刀 切成小道 辣椒切成滚刀块 和芹菜放到一起 最后切点葱姜蒜 葱白和葱绿分开 全部切成些刀段 姜切成姜片 姜块有点大 中间来上一道 蒜就不用切了 直接整盖炖了 最后给大家介绍一下 炖筋要用到的香料 炖筋用的香料特别简单 就是花椒大料 香叶桂皮 白纸 还有一把干辣椒 现在将切好的葱姜蒜 放到香料盘里 葱白留下 最后和芹菜辣椒一起下锅 香料和配料全部准备好了 今儿也泡的差不多了 将泡好的鸡块 刮到大盘里 处理好的鸡块 凉水下锅 先给这个鸡块 焯一下水 里面加上一点点料酒 去腥 鸡块泡了半个小时了 焯了一下 血沫含这么多 现在把它撇一下 这要是不焯一下 吃起来扔个真个影 浮沫撇得差不多了 让这个鸡块再焯上一分钟 就可以了 鸡块已经焯了一分钟了 现在把它控水捞出 今天这个鸡虽然小 只有三鸡 这一锅是绝对和老爷子俩人吃了 炖鸡还能用咱这铁锅炖 铁锅炖来的鸡 味道才是弯弯香了 话不多说 现在开始炖鸡 先在铁锅里 加适量的底油 开火 烧油 油温四成热 将切好的葱姜蒜 含有各种香料 倒入锅中 把这个香料和葱姜蒜煸炒一下 炒出香味 香料和葱姜蒜煸出香味以后 将炒好的鸡块 倒入锅中 大火翻炒 炒上这么一分来中 现在在里边加上一袋香鸡酱 这是这小袋的 一袋就是100克 二两 全夹进去 鸡不大 一袋就够了 这香鸡酱就是一种复合黄豆酱 它是熟酱 做出来的这个炖鸡就是酱香味的 再来上一点红烧酱油 上底色 再来一点味鸡鲜 现在大火 把鸡块炒匀 让鸡块都充实 蘸上这个酱料 现在每个鸡块都均匀地裹上这个酱料了 现在在锅中加适量的清水 没过这个鸡块就可以 现在也是不加盐了 炖到它后半程度再加盐 如果这个酱里面也有盐味 但是也没办法 酱必须提前放 先盖上锅盖 把这酱汤烧开 好了 酱汁已经炖开了 现在在锅中 加适量的高度白酒 清香行的就行 这个白酒能起到一个压心提香的作用 再次盖上锅 转中小火 让它先孤度二十五分钟 今儿已经炖了二十五分钟了 这汤汁看的寒不少 因为是小火炖的 现在我转大火 让它收手镇 这个时候在锅里加两勺盐 一加盐就鸡的销就出来了 现在就大火收汁 不盖锅盖呢 鸡罐大火又孤度了十分钟 汁也收的没有多少了 现在将泡好的腐竹倒到锅里 搅和一下 让这个腐竹充分吸收这汤汁的香味 腐竹在锅里炖了三分钟 现在已经喝饱了 最后将切好的芹菜段辣椒段 还有葱白段全部倒入锅中 辣椒芹菜炖至断生 就可以关火出锅了 香香喷喷的铁锅炖鸡就做好了 爸快尝 看我炖的筋怎么样就好了 先整个鸡腿 热不热 我这买这东西你就不忘记 不好白给我都不要 你知道辣不辣 不是辣 放这几个那辣辣椒 这样才下饭是吧 这里面蒸的火灯还真不错 不错啊 味还真 很好 我讲了光是你这汁他吃都太滑了 这里面也配下菜嘛 荤醋搭配上 你这手艺真不错 比外面卖的都不刺 你这要吃鸡的我这必须安排 我可没让你炖啊 爸咱们不再这样子啊 这我妈回来就说你要吃了我做的 这要不然我又抬销 没问题 放心吧 那我就放心吃了啊 这回来反正至少老妈不能骂我去 这今吃的是真开心呀 关键是不担责任 爸 这这真香吃 嗯 味不错 一斤只有六块钱可能不好吗 老张 儿子 我回来了 哎 妈 你大不了呢 我坐车回来的 你不是天黑才回来了吗 今天那个金大哥办事 所以便把我烧回来了 所以回的早了点 等会回来的早 回来的晚上看不见你吃鸡的 这不是吃个鸡有啥土豆磨磨的 光明正大的 好好好 我爸呀昨天多多的要吃鸡的 今天给他炖了一只 我吃完了 我走了啊 这老爷子 这个锅甩的一点痕迹都没有 老妈回来之前说的好好的 哦 我要吃今儿了 别管了 这我刚说是他要吃今儿炖了一锅 不吃了 溜草来着 这锅就甩到黑客身上了 这个坑都呆的多少是有点大 是一致死 黑客也不藏着椰子了 继续开座 爸 你真不吃了 好了 我吃好了 哎呀 我安静你吃两块 现在黑客在家里 像舒舒服服吃顿肉 都是特别的费劲了 大家也都看出来了 实在是太难了 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